今天已经4月中了 马上要迈入4月下旬了 我们确定征召也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 就如同朱主席讲的 国民党的最强母鸡就是侯友营 如同黄建廷秘书长讲的 党内态势已经非常的明确 最强的选手就是侯友营 那这样我们还在等什么呢 完成总统候选人体 正是能够强化全党上下团结一致 对外的一个先决条件 而且也只有国民党明确的 确定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是谁 才有办法有后续的 所谓的跟其他朋友的整合对话 甚至于合作 否则的话 这会变成是一个毫无止境 没有明确日期 让所有的人心都悬在那边 大家都焦虑不已 而且会对我们的总统选情 造成重大的伤害 所以希望党中央三思而后行 能够赶快呼应全党 所有人一致的期盼 早日顺利地完成党内的 征召提名程序 譬如萼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